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做比熱 什麼是比熱 生活中你會發現 加熱東西的時候 有些東西溫度上升得比較快 有些東西上升得比較慢 好像在吃東西的時候 有人要吃得多才會飽 有人吃一點點就飽了 那個狀況有點不同 那這個狀況我們就稱為所謂的比熱 所以給一個東西 給不同的東西 給一樣的熱量 溫度變化不同 那這個狀況它的比熱不同 比熱不同 然後呢 怎麼定義比熱 就是一公克的物質 溫度變化一度 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就叫做比熱 一公克 上升一度 要一卡 比熱就叫做 1 一公克 上升一度 需要吸收0.3卡 比熱就叫做 0.3 這樣 OK 根據這個定義 我們就曉得公式長這樣 公式長這樣 英文念說H等於2SΔT ΔT叫做溫度變化 那我說過的應該用墨溫減 除溫 可是因為你們數學不好 看到符號就抓狂 所以把它改成高溫減低溫 改成高溫減低溫 你要自己知道誰在吸熱誰在 放熱 放熱 OK 所以H等於2SΔT 比熱是0.1 比熱是0.1 表示溫 一公克變化一度 需要0.1卡 那麼兩公克就是0.2卡 一公克變化三度是0.3卡 好這樣子 所以成文就這樣做 OK 所以公式叫做H等於2SΔT 2SΔT就是我們的計算方法 計算方法 就是我們的比熱的計算公式 你要把它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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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我們都是用這個公式做計算 未來我們在計算熱量的時候 都是用這個公式來做計算 好 都是用這個公式來做計算 就把前面那個2SΔT給忘掉了 就到一邊去了 所以請你把這個公式計好 比熱 熱量等於質量乘以比熱乘以溫度變化 H等於2SΔT 同時也請你注意一下比熱的單位 怎麼寫的 卡克杜西 OK 卡在上面 杜西在下 克杜西在下面 OK 這個比熱的單位也請你注意一下 好 這是比熱表 不用備 不用備 只有一個要備 水的比熱要備 1 因為我們前面定義過什麼叫做1卡 1公克的水溫度上升溫度叫做1卡嘛 所以1公克的水上升溫度要1卡加比熱叫做1 也很好備 就是1嘛很好備 對 所以前面H等於2SDRT 比熱11就變成MDRT了嘛 你這樣來的 所以這就是比熱 其他的比熱都不用備 考試要用到都會給你 不用管他 就是要水的比熱背起來就可以了 比熱11 考試不見得要考計算體啊 有觀念體 觀念體就是說 比熱大就表示上升1度C需要吸收比較多的熱 所以不容易上升 要下降1度C要放比較多熱的 就不容易下降 所以比熱大的東西溫度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難升難降 他比熱小就怎麼樣 一升一降 但是講這一句話有個前提 什麼前提 質量要一樣 你不可以拿一杯水 一小杯水跟一個大輪船比說 看看是水容易上升還是鐵 輪船容易上升 你不可以拿一根鐵丁 跟一個游泳池的水來比說 看看誰溫度容易上升啊 不能這樣的體 所以要在同樣的質量情況下 相同的條件下 相同的條件下 比熱大的東西溫度難升難降 比熱小的東西一升一降 這個相同的條件一定有一個 質量要一樣 質量要一樣 才能夠比較 那麼這就是考觀念體 觀念體不用算 觀念體 所以有個實力 水的比熱一算很大 所以水溫度就不容易上升 不容易下降 所以可以拿來保溫或者是保冷 好 智書餐墊底下有個熱水 來保溫 保溫 保溫 那或者是我們有那個什麼水冷式引擎 當它吸好多好多熱 然後溫度不太會上升 然後來保持引擎的溫度不要太高 地理有教過什麼海洋氣候什麼之類的 因為海 所以水嘛 比熱很大 海要很大 質量也很大 所以呢 就會吸好多好多熱 溫度不太會上升 放好多好多熱 溫度不太會下降 於是就有調節氣候的功能 調節氣溫的功能 就是你應該在地理上念過一些事情 就是要告訴各位 比熱 第一件事情 公式備好 H等於2MS delta T 第二件事情 觀念記好 相同的條件之下 比熱大的溫度難升難降 比熱小的一升一降 相同的條件一定有一件事 什麼事 質量要一樣 OK嗎 OK